有37名死囚共同申请的废死事件案的结果将在今天下午3点要出炉 学者专家认为考量国内有超过8成的名义是反对废死的 所以最可能的做法就是宣布局部违宪 那国民党立委罗志强他就认为了总统赖庆德最近提名的7位大法官人选 竟然有6位就是持废死的立场 很难不让人联想是想透过人事提名权影响暗示现任大法官做出废死的决议 那大法官也可能会线缩解释死刑的核线性 透过层层限制法官判死达到冻结死刑实质废死的目的 好死刑到底核不核线呢今天就要宣判了 我国是超过4年都未判处或者是执行死刑 那37名的死囚认为死刑侵害人民受宪法保障生命权 人性尊严唯位平等于比例原则 所以申请法规范宪法审查 那宪法法庭在4月23号言辞辩论之后 今天下午3点要宣判 如果宣判违宪的话 等同是宣告我国迈入废死国度 对此立委洪梦凯就呼吁了大法官呢 不要成为千古罪人 死刑有存在的必要性可以嚇阻犯罪 不过立委庄瑞雄则是表示啊 现在呢只要是在野党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呢 必须要考量我们签了两公约之后要不要遵守 民众要求的应该是政府要极力打击诈骗 而不是去推动废死 我们真的不清楚说为什么 民进党政府执意要用大法官示线的一个方式 那明天有可能示线的结果会出炉 我们再一次沉痛的呼吁 不要大法官变成是撕裂台湾的千古罪人 我们更希望大法官可以政治少一点 但是务实层面多一点 让台湾持续有这样的一个死刑存在的一个必要性 嚇阻犯罪打击犯罪 要求希望大法官听到台湾的主流民意 不要跟民意背道而驰 台湾的主流民意现况就是反对FACE 说穿了FACE只是民进党少数人的意识形态 跟大多数的民众 甚至我们知道连民进党内部的主流民意 主流意见可能也都不支持现在推动FACE议题 那到底有没有违宪就交给大法官 那在野党其实如果真的要把大法官的提名的 全部去做封杀 或者把它全部都给砍掉的话 不用找任何理由 手举起来只要够多的话 你只要你喜欢在国民党 在在野党的心目中里面 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不要忘记了 老百姓其实他心中自有一把尺 死刑要不要存废 那不是单纯 yes or no的问题 要看看背后他整个人性尊严 或者说整个法学上 每一个国家里面 为什么后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去把它给废掉 尤其是中华民国我们台湾去签订了这个两公约以后 在国际上我们到底要不要去做遵守 那争议的问题那就交给大法官吧 我们就来看到近期宣判的一起案例 2019年的时候有一名陈姓男子 他不满陈姓同居女友陪酒跟异性暧昧 涉嫌在台中的租屋处是掐死了陈姓女友之后 又将11个月大的双胞胎男婴丢进了洗衣机里面闷死 遭到两度判死 跟一审改判无期徒刑 那最高法院在昨天驳回检方以及陈南的上诉 所以陈南他是逃死定业 作家漂亮岛屿就表示 法官不判死不劳大法官视线 其实法官持续找理由不判死刑 就已经达到了实质废死的目的 所以也无需再劳烦大法官视线 惹到全国大暴走 网友看完之后纷纷表示说 不判死就不用废死了 还有人说这是另类的共犯结构 因为反正不会判死刑嘛 所以手下留情不可能了 感谢多文化